有台湾十大名宅之首美誉的台中市定古蹟灾芯山庄 近年来因为这结构老化等问题 地方期盼可以整修 立委杨琼一争取了3500万元 历经了三次流标 第四次终于是顺利绝标 预计在明年的2月要来启动修复工程 115年的8月完工 红砖瓦木门古色古商的市丁古蹟灾芯山庄 美人美奂但仔细瞧 墙面顺水地面均裂等 有结构危险 明代道场会刊要保存在地古蹟建筑 十大名宅里头的首府 而且自从同志十年开始 1871年 一直到1997年12月26号正式定为古蹟 所以我们这个宝贝 这个宝贝我们一定要好好的 把它修缮好保护好 对我们坛子其实是一个重要的景点 小而美 虽然基地不大 但是很美丽 尤其是建筑物跟雕刻 都是很精致的 所以希望赶快进展 尽快的来修缮完成 让大家可以来这里参观 这占地近3000坪的古蹟园区 有无处不雕 无处不输 无处不化美名 但不敌岁月轻蚀 因此地方明代积极争取 中央与地方共同补助3500万元 历经三次流标 第四次终于绝标 将在明年2月正式启动修复工程 预计115年8月完工 那我们的工期大约是540日一天 就是一年半左右 那修缮完之后 我们会同步来进行一些 在新山庄委外的招商 希望能引进良好的经营团队 来经营在新山庄 我想要有硬体的设施 当然要有软实力的一些解说 所以我们希望说能够从国小 国中 然后甚至大学生 能够陪一批我们的文化的导览员 让我们在新山庄的利与美 把它表现出来 未来修复完工后 将培育年轻学子 富起导览工作 不仅让在新山庄 重新散发魅力 也让在地青年 透过导览 更认识这处古迹历史文化